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而且我不敢交朋友 我害怕人群 国中曾参加选秀节目的歌手谢正廷 诉说当时因为校园生活与家庭发生巨变 让他成天以泪洗面 就一后却整为忧郁症 经过专业治疗才逐渐好转 家福基金会针对学龄儿少 自我心情认识与抒发方式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有两成儿少陷入负面情绪 甚至出现想不开的念头 我们问他们最近一周的心情是如何 那我们发现有53.9%的孩子 时常或总是感到疲倦 那我们也发现说 进一步询问底下 有两成的孩子 有想死的一个念头 甚至他们一周之内 一半以上的日子 是处在负向的情绪之中 家福基金会请来儿少代表 分享他们如何面对压力 金总奖最佳潜力新人奖李懿乔说 会用打枕头来发泄情绪 文英佐则认为面对压力 最好寻求专业协助 就会去跟枕头讲话 讲不顺的话就丢它 然后就是丢完再写 那不想写就丢 我自己有需要的话呢 也会去使用到 例如说辅导室的这个专服的一个资源 那因为我认为就是这个辅导室资源 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辅导 辅导的人员的一个物谈或者是倾听 那可以达到一些就是解决我的情绪的一些困扰这样子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近五年儿少自杀通报人次激增3.7倍 2018年起忧郁倾向 罹患忧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 更要声儿少自杀原因守卫 呼吁校园建立定期心理健检机制 避免憾事发生 记者领期会议台北报道